我從寧波鳳凰出發,來到了寧波天通寺。 它位於這江省,寧波市東二十五公里的太白山路。 它是一座歷史悠久的佛教禪祖寺院。 天通寺是建於西境永康元年, 絕工元三百年。它是禪宗五大名善之一。 號稱東南福國。 為禪宴五三十三,天下禪宗五三之一。 對日本朝東寺一次。 它是五個禪宗之一。 中稱為主經。 歷史上,於正江金山寺、禪宗天明寺、楊洲高寺, 並稱我過佛教禪宗的四大寵民。 涉世歷史。 蓋世歷經了唐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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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年、頌,各時期。 多次兴衰登基, 宋孝中曾御叔太太明山赐予盖世, 不同时期都有对其进行修善和扩建, 寺院建造曾机械布局错落有之, 占地面积签别又是乱有平方米, 建筑面积达3.881平方米, 由殿、堂、楼、可、仙、了、聚等三十元楼, 共计999间, 其中天皇殿、中楼、东禅楼、东禅堂等 而重建1936年, 司令佛殿前有清康熙帝书, 明相清凡, 雍正帝书慈云密布, 顺治帝书敬佛碑, 以及宋元明清碑刻三十元, 法唐上常为常中楼, 唐诗为罗汉堂, 内有高一点五米的沙巴罗汉十颗像碑, 刀功精细形象生动, 天同寺四周群山环抱, 重重蝶翠果凤上天, 宋王安寺曾作诗描绘绘天同寺, 山山山扑, 绿佛空母, 春日英帝狗口风, 二色雷宋行御境, 青山扑处凡皇后。 1983年, 天同寺被国务院确定为 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事业, 1989年被公布为省建文武保护单位。 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 第六批全国重点文武保护单位。 该世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日本朝贡中的开山主持, 道元禅师曾在该世穿成德法。 日本冥祭中十九千光荣熙也曾来此参选。 日本一代绘画巨匠, 许州和少也曾担任过天同寺的首货。 我在大学图书史来过天同寺, 那是83年代初的事了。 十年前我也来过一次。 这次来天同寺, 发现外围变化很大。 轿车在几公里面就被拦解了, 不能再往前了。 只能停在停车上, 然后再走进去。 后来趁车间车过去。 天同寺以前的大物也被拆除了。 门口多了十堡小摊位。 说实话, 我更喜欢天同寺门口以前的模样。 它更安详与神秘。 天同寺后面就是天同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以森林寺庙、石笋、云墨、西暴能构成独特的景观。 院内有九封二栖、五栋四墨, 以及古古古苍京的古树梅墨。 还有神秘莫测的年构、 深邃忧患的霞鼓等奇异自然景观。 由于世道海拔、地形、设备和水底的综合影响。 院内年平衡气温为16.2摄氏度。 下降气温比市区低3-4度。 单日气温差距可达6度。 它是旅游、地数、休闲和科学活动的理想境。 公园内责备资源丰富, 形成了将来独特的高大、 茂密的多种责备巡逻和生命景观。 其中,烤树、长绿、枯叶顶、 群落和南川藻、落叶、宽叶的群落。 使北亚伯代地区保存最好的典型、地带性、顶尽群落。 被国际责备学会称为不可多得的浙江植物基因保护。 华东士大在浙江天同国家森林公民内, 是由浙江天同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察也就在。 华东士大与其他多所大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实验基地。 它是华东士大与其他多所大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实验基地。 每年夏季,华东士大与其他多所大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实验基地。 会到此进行夏季动物实验考察。 夏季,天同森,是我上海至海南自驾游的最为战。 离开天同森,我死掉了上海。 整个上海海南自驾游就将进入尾上。 历时两个月,行程大约有七千五百多年。 马上海南自驾游的最为战。 好。 旨有よう心思想要。